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我都很少联络他 不过都有微信的 我觉得大家不用太担心 打了这么多年 运动员有些伤痛是正常的 但不是自命的 我相信浪道的团队 做手和体育医疗水平都很高 一定可以让朱田在奥运的时候 保持最佳状态 是进入这个比赛 希望大家放心 美国 巴西 意大利 因为我们前年 就是前年的大奖赛 我看到意大利也不错 所以我觉得三支球队 可能只是中国女排独冠的 最长的对手 Kato大家应该留意到 球员的异体 或者提捕 可能之前 我不知道朱田 袁生如他们 是否有些事 是类地 没有参加 或者有什么 或者有疗伤 不知道 后来可能 回到比赛的现场之后 你看到中国禮拜 已经不同了 我觉得大家不用太担心 一来是保存一点实力 可能都想了解对手多一点 自己就不要让别人知道多一点 对不对 在奥运的时候 才全力以赴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用太担心 ˡ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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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